一箱箱的物资 陆续从慈激志工林玉珍家中的车库搬出 里面有毛毯 睡袋 背包 夹克及口罩 预计送往旧金山街友中心 这些游民的自身免育率都很低 现在旧金山市政府要求 所有这8000的游民 尽可能都到不同的避难所去居住 所以这批游民就非常需要 他那个睡袋 假改 还有口罩 为了抑制疫情扩散 旧金山市府希望全市的街友 全数安置到庇护所 但目前街友中心物资短缺 因此向刺激求援 我们接受了这个庇护的优惠 我们会很快地可以 到全市的区别人 在山坡市的区别人 谢谢大家支持我们 另外在拥有不少印第安族裔的 亚利桑那州 凤凰城慈激志工驱车700多公里 进入白山的阿帕契族保留区 送出1000个口罩 这边的口罩是在上面 这边的包装是在外面 所以不要转移 因为很简单 这是在这边的口罩 可以够合在这边 好 如果你看看它凹凸 这边凹凸 所以非常简单 让您把它抹凸凸 好吗 好 第二批物资 志工则是在开两个小时车 去到温斯洛的小型医疗中心 这里的病人多数是纳瓦河原住民 院方也需要500个医疗口罩 全美各州都有确诊人数 因此需求也不尽相同 奥兰多慈禁人则在佛罗里达州 将口罩赠予人民保姆及老人院 传递最及时的文情 大约新闻 珍珊美志工林玉珍 赖季腾 赵福奇 美国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